Hello,我是Wallace 9月開學,有學生優惠 入大學又要買電腦的話 又要看MacBook 在我手上是四部今年的MacBook 經過一輪測試 以下是我可以給到的建議你 不過在說之前,我要鄭重提醒你 有很多傳聞都說第一部Arm Base Macbook即將推出 推出時間是10月底至11月 有機會是A14X的MacBook 12吋 或者是MacBook Pro 13吋機背板 到時定價比現在你看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13吋機背板 所以等到不急用,先等Apple秋季發佈會 如果你等不到,你真的要買了 你就聽我的見解吧 首先是MacBook Air MacBook Air是給一些只需要基本生產力工作的人用 上網看看YouTube、Netflix 做文書工作,一般多工處理 你放心,MacBook和Windows不同 你亂打開App也不會感覺到很慢 如果你是文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商學院、法律學院 你可以先看預算 至於買哪個Model,7999i3 8GB 256GB夠你用 如果你用來做基本文書,在MacBook上i3也夠用 不過加700元有i5,多工處理快一點點 你也可以考慮 其他就不可以升級了,千萬不要 接著到機配版MacBook Pro 13吋 價錢9999起 配備第八代i5,8GB RAM、256GB SSD 是給一些需要基本執照、剪片、平面設計 以及做program的人用的 如果你是工程學院、理學院、社科學院 可以由這個Model開始考慮 我認識一個YouTuber來說 用這部搭Affinity Designer、Affinity Photo、Photoshop、Lightroom 夠用不慢 不過剪片之下可以搭Final Card Pro 其他就不順了 這部upgrade小心點 CPU不太划算 要不你就up RAM 去16GB RAM 要不就up Storage 去512 二選一好了 你的預算放在9999至12000最好 我個人覺得最不夠是Storage 因為我用來剪片一會就打爆了Storage 不過如果你兩樣都要up 你就去看高配版吧 接著到MacBook Pro高配版 想要高效能又要便攜性 這部都是好選擇來的 執照和平面設計一定夠用 4K Final Cut Pro剪片夠用 1080P Premiere Pro DaVinci Resolve 夠用 4K Premiere Pro DaVinci Resolve 就有點吃力了 基於它的RAM快一點 你用這部執照 輸出速度會比MacBook Pro 16吋 至於upgrade什麼就看需要 如果做大量相片輸出 upgrade做32GB 或者up做1TB 都是二選一 預算控制在大約16000以下 而除了大量執照之外 這部機不需要upgrade其他東西了 至於up不up做i7 一來Final Cut Pro剪片不需要用CPU 二來散熱限制你up來都沒用 不快得好多 所以不需要 最後到MacBook Pro 16吋 機配版由1999起配備6核心i7 16GB RAM AMD Radon Pro 5300M 4GB顯卡 512GB SSD 讀Media Aki需要3D繪圖 YouTuber需要大量媒體製作 最好買這部 它給你的體驗最好 MacBook Pro 16吋機配版 夠用來做4K Premiere Pro DaVinci Resolve 剪輯 剪片順不折 輸出速度跟i9差不多 亦都可以用bootcam開Windows打機 Lightroom Photoshop Music Production Programming這部已經很好 但如果你要upgrade的話 就直接買高配版 再看需要upgrade 因為你up什麼這個價錢 已經是高配版的價錢 但高配版本身已經多了很多東西 高配版21999配備i9 16GB RAM AMD Radon Pro 5500M 1TBSSD 撿上升級了RAM 加3000去到24999 剪片用Final Cut 16GB RAM夠用 但你用Premiere Pro或DaVinci Resolve 就最好upgrade到32GB RAM 32GB RAM會少點Crash 亂剪都可以 剪8K跟RAW的話 加750upgrade到AMD Radon Pro 5500M 8GB GPU 22749 或者加4500upgrade到RAMD Radon Pro 5600M 8GB HBM2記憶體 2724 Final Cut Pro剪片5500M跟5600M是沒有分別的 Premiere Pro和DaVinci Resolve只是8K、6K或RAW片才有少許分別 所以其實不是很多人需要到這張顯示卡 打機就有顯示提升了 不過你根據沒有人用$30000買MacBook來打機 最後Storage 1TB至2TB就夠了 以上的資訊除了個人經驗之外 我是看完所有外國和台灣Youtuber評測 以及實際測試得出的結論 希望幫到大家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是Wallace 希望打了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電子產品評測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讚、留言、按個訂閱鍵、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Bye Bye